对呀 对呀 说书过去太挣钱了 说书多挣钱 你慢说说书 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会儿我跟说相的老头聊天 老前辈 因为他岁数也不是特别大 没有想象中那种老前辈 但是他赶上了就所谓的在地上演出 马路是说相料地 他赶上过 可他是小孩 我说你那会儿挣钱吗 他说我没有资格开整份 他是孩子 他学徒 他没有像正规演员一样 今天我挣多少钱 没有这个 那么他挣的钱 就是今儿大伙都分完了 还甩点零头 给你吧 或者这有几张破子票 短个角给你吧 他就挣这个钱 我说你挣这个钱 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跟你这么说 就在旁边那拉洋车的 登三轮车的那 大个那壮汉 他一天挣的钱 家里边七八口 他这一天的钱 全家七八口的人 租吃租喝 我说你拿这零钱 他说我拿这一天的零钱 就盯那拉洋车的 干一个月的 这还是说相的学童 要到说书的先生 哪还了的呀 对不对 那会真挣钱呐 所以说这行 他这么暴力 就不能人人都能干 这叫天道 我说我说不论 我说你不论 我说我现在没人人都能干 我说一天的那 我说我问你 我说这一天的零钱 我说我还没人人都能干 我说这一天的零钱 我说我第一天的零钱